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月上线的是配合行政院通勤月票1200方案 将继续提供民众更便捷的公共运输服务 如果1280月票要办理退票的 也可以到台北捷运公司线上退费网站来办理 1200元基北北桃都会通将在7月1号正式启用 以往购买1280月票的民众 若无使用基北北桃境内台铁客运机场捷运 或桃源市及基永市公车和脚踏车需求 建议持续使用到6月30号期末 但如果要办理退票 也可以到北捷线上退费网站办理 那我们配合行政院TPAS的通勤月票的方案 那我们预计1200的基北北桃都会通定期票 会在7月1号开始使用 那我们原本的双北1280的定期票 也会只贩售到我们6月30 那当然已经使用1280的民众呢 其实如果还在校期内的话 民众也可以继续使用完 如果没有特别说还要去基隆或桃源的需求的话 那1280的定期票还可以继续使用 那如果说民众要退票的话 其实北捷也有提供线上的服务 在民众只要不继续使用 一年内其实都可以退票1280 那1200年的部分7月1号开始上线使用 那也欢迎民众可以购买来做一个使用 基北北桃都会通使用范围扩大到基隆 双北和桃源四大区 增加台铁国道客运及桃源机场捷运服务 鼓励更多民众使用公共运输 目前的话从6月15号开始 就民众可以开始预购我们的 1200的都会通定期票 那截至昨天应该总计贩售大概6万多张 那因为7月1号才开始使用 那可能目前还有1280的使用者 那很多人还没有来购买我们1200 那后续的话就是看民众的使用 应该我们会持续观察这个购买的量 那因为其实1280的双北这个定期票的部分 每个月平均大概有30万张的购买量 所以我们预期1200推出的时候 基本上原本1280都应该会转换来做一个使用 那再加记说基隆跟桃源来双北市的民众的话 我们预期的话应该是比较保守估计 应该会达到42万张的这个购买量 那只是因为1280目前还在使用中啦 所以我们而且7月1号才 7月1号又是礼拜六 所以我们预期说7月3号上班日之后 可能有些民众才会陆续来购买做一个使用 我们也有在思考说后面还没有什么行销活动 对如果说有机会有一些配合的部分 我们可能还会搭配上次这种抽奖活动的方式 我们会在思考中 1280月票从107年开始贩售以来 累计售出1621万多张 搭乘运输的人大约有20.59%使用 平均每张搭乘金额约1650元 帮民众审核包钱 现在月票更便宜 搭乘范围更广 期盼让北部生活圈更加紧密 也持续朝环保目标前行 台北市第17条干线公车北环干线 6月30后营运由620公车路线转型 提供市民更密集的公车班次服务 同时也适用干线与双北市区公车双向转成的优惠 期望可以增加通勤民众使用的便利性 北环干线6月30后通车营运 串联市林内湖济南港行政区域 并连接北投市林科技园区 内湖科技园区 南港软体园区等多个产业园区 也衔接捷运北环线及部分东环线 鼓励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通勤 北环干线的一个部分的话 我们是台北市的第17条的一个干线公车 那基本上它的占监日运量 有达到我们接近我们PIS干线公车 占监日运量18000人次的一个标准 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让北环准备要开通了 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养课的一个方式 让民众搭乘大众运输养成它的习惯 所以我们有PIS的这条北环干线公车 那它是从北市科的辅美站 那它会到中华科技大学 那途中也有经过北市科还有内科 还有像南卵园区的部分都有行经 那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类监狱 班次密集 然后提供转程优惠 不管是捷运转公车 或是公车间的一个转程优惠 来鼓励民众来搭乘我们大众运输 比照八横八纵干线公车路网概念 备欢干线公车以平日班距尖峰五到十分钟 即离峰十到十五分钟 提供民众密集的工程班次 双向转程也享有一段票半价的优惠 刚太空的部分的话 原则上就会提供转程优惠 那班距它是从620转型 那620的尖峰班距本来是十到十五分钟 那现在它的尖峰班距有提升 那我们是从五到十分钟就会发一个班次 所以服务水准是有提升的 基本上我们是希望先从大众运输 提供供给的一个部分 让民众来习惯来适应 从私人运据来转成我们的大众运输 我们希望从供给面的一个部分来提供 包含一些班次比较密集 还有提供转程优惠 让民众的负担变得比较轻 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吸引私人运据的一个转程 原本的16条干线公车通车之后 我们有去做一个成效的一个评估 那基本上运量大概会转型前后 大概会提升6% 所以我们按照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去评估620它转型之后 那运量基本上能够每天的日运量 可以提升大概2万人士左右 北环干线公车车体战牌指示标志 都有加强辨识设计 增加干线的辨识性 专属代表色彩为黄色 欢迎民众多加搭乘利用 网络线上购物成为民众消费状态 带动代收支付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 蓬勃发展 根据统计 目前登记的业者已经有14000多家 为了要避免设立门槛低的第三方支付 成为诈骗集团洗钱管道 立委郭国文与中嘉宾共同召开记者会 要求数位发展部等主管机关 应该要拟定对策 加强监管 落实洗钱防治 扛起打炸责任 立法委员郭国文与中嘉宾 大声疾呼 落实洗钱防治 扛起打炸责任 因为方便民众购物消费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设立免槛低 恐沦为诈骗集团诈骗洗钱 及躲避检警查器的工具 因此郭国文要求数发部 针对第三方支付业者 应比照虚拟货币模式 在两个月内 强制完成法尊声明及登记纳管 14424家当中 我坐在的 我们也问过这个数发部 数发部主管机关 虽然也不知道 虽然也不知道多少家 所以说你连多少家 你都不清楚的情况 你如何进行管理 所以既然数发部有相关的 这样的管理条文在场 我们就要求数发部 对第三方支付的管理 应该比照虚拟或不一样 要求限期两个月之内 要予以登记 中嘉宾也指出 14000多家第三方支付业者当中 有三分之二支本额是零 他严重怀疑有诈骗集团 直接开设第三方支付成为洗钱管道 因此要求主管机关 应该针对支本额 金流信托与虚拟账户三项 加强监管 第三方支付业者主管机关 应要求必要的资本 而以落实法遵要求 第二 主管机关应该对于金流信托 过程予以明确的规范 包括国务委员所提出的 从支付价金到领取 价金的过程 第三 对于虚拟账号的泛滥 必须刻以第三方支付业者 必须针对使用虚拟账号的过程 能够做及时的存入 我不敢说监控 及时存入就好 那这样子呢 才能大量的 有效的去恶阻诈骗集团 使用第三方支付作为犯罪工具 不过苏发部代表在说明 目前管理措施时 却引发过国文不满 直批好像侯友宜 讲的都是官话 第三方支付服务业这部分 它目前不是特许行业 你现在考验我的耐心 你有点像侯友宜 我请教你 我再问你一次 苏发部到底要不要 离同金管会处理 虚拟货币的管理方式 只要任何就是说有助于 第三方支付管理的 这部分我们都会愿意 来积极来研究 那需要做跨部会的合作 我们其实也都 从成立在 我们就一直跟高检署 刑事局打完办 还有金管会 NCC都不断的在开会来提升 我们这个第三 不管是第三方支付 或者是其他诈骗的 一些房制作为 金管会方面这表示 6月银行工会已提出 对第三方支付 提供虚拟服务的强化措施 房部者回应会定期 与速发布 分享洗钱房制样态 并透过跨部会横向平台 处理第一线执法人员 所遭遇的相关问题 我们刚好也被查了 工会 它更强化的一个措施 对银行工会 因为他提出了一个 有关银行对第三方支付 提供虚拟账户服务的 这个强化的措施 那刚刚委员提到 有关中间他在做业务的时候 要不要持续审查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发现异常 必要的时候 终止 相关案例犯罪太阳的这个部分 行政院也已经责成 台湾高等检察署 跟金管会 NCC 还有速发部 等相关部会 要组成一个联系 横向的沟通平台 让他们可以处理 第一线执法人员 所遭遇到的相关问题 郭国文最后要求 数位发展部 在一周内提出回复 中嘉宾也决定 近期将召开公订会 邀请各单位一起 及时广义 避免便利的科技工具 沦为诈骗集团的洗钱管道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道 台北市大同区公所 112年成年礼活动 在永乐广场温馨登场 适逢城隍爷诞成前夕 特别由城隍老爷 祝福即将要 步入成年的旅生们 平安长大 市长蒋万安 也在现场 恭喜所有的礼生转大人 迈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参加成年礼的礼生 与家长们 来到台北沙海城隍庙 在城隍老爷的加持下 祝福即将步入成年的礼生们 平安长大 市长蒋万安 也到场一同欢庆 这个重要时刻 除了感到格外开心与感动 蒋万表示 有着城隍爷的祝福加持 更是让这次成年礼活动 充满神圣的意义 今天所有来参加成年礼的礼生 所有的年轻朋友 在我们城隍老爷的见证之下 都能够迎接人生新的礼程 新的阶段 我也期待我们每一位 今天参加成年礼的年轻朋友 展望未来都能够发光发热 能够朝自己的梦想目标前进 大同区公所除了精心准备丰富的成年礼品 分享给李生及家长 现场还安排精彩歌唱表演 经由按摩孝青仪式 以及成年盛典等活动 带给李生与家长温馨愉快的 亲子时光 而压轴彩蛋抽奖活动 更是让现场气氛 嗨到最高点 我们今年的成天礼 特别结合我们峡海文化节 那也适逢我们城隍老爷的圣诞 所以我们今天办理一系列的活动 除了替城隍爷软售之外 也让城隍爷替各位李生祝福 献上平安跟喜悦 除了刚刚替峡海庙的城隍爷软售之外 那我们今天也办了一些精彩的活动 去场真的要祝福各位李生 即将成为一个有担当 脑负责任的成年人以外 不要忘记在你们的左手边 右手边要感谢你们 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 我在这边要祝福各位 最佳男女主角 蓬城万里 同时也要祝福我们在场的爸爸妈妈 身体健康和家平安 这次成年礼活动 现场涌入300位亲友与市民 一起见证温馨且特别的成年仪式 许多李生更是全家出动 还有三代同堂的共同参与 不仅展现家庭的凝聚力 也见证家族的连结 与传承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再带您来看 京剧天后魏海敏首次公开收图 宣布将国光剧团的黄诗亚 当代传奇的黄洛林 陈允文 三位优秀的青年弹行演员 收为徒弟 由国光剧团艺术总监王安琪 团长张玉华 当代传奇剧场艺术总监吴新国 以及行政总监林秀伟建政 正式宣告京剧梅派艺术开支散业 舞台上摆放梅兰芳 梅宝九 还有梅兰芳在牡丹亭里 诠释杜丽娘的照片 京剧天后魏海敏收图一事 在台湾戏曲中心举办 由黄诗亚向魏海敏奉茶 黄洛林乘上拜师帖 陈允文奉上述修 师徒四人一起合唱梨花颂 场面温馨感人 梅花开春白鱼 梅花落春日的雨 这次寽弹 此寺之为一人去 到他巨王 静夜吃 清夜吃 一直有人希望我收图 那么但是我一直觉得说 我传承的是梅兰芳大师的一种表演体系 那么我只是代诗传译 所以我觉得我是没有资格来收图的 但是我后来在这几年疫情 我就发现沉淀的时间比较多了 那么我发现其实身为一个老师 在教学生系的时候 其实他教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动作 或者一个表演 其实他要大量的去投注于自己 对于角色的认知 以及自己对于如何的在这个人世间 呈现属于一个演员的自己 是应该怎么样如何自处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部分呢 不是说 并不是说好像学系学一点点就算了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原因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我教系真的教得非常的巨细迷遗 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细节我都不放过 因为我觉得我的整个成长的环境呢 是现在的学生所没有的 所以我很希望把我自己过去所有的经验 所有的经历都分享给他们 我希望他们能够了解我对于戏曲的看法 我对于京剧表演艺术的一种境界吧 1991年魏海敏正式拜梅兰芳大师之子梅宝九为师 成为旗下第一位弟子 魏海敏自此真正打开梅派艺术大门 在拜师32年后 魏海敏也将担起薪火相传的托付 我91年才去拜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觉得自己是不足的 我是必须要再学更多的东西 我才能够好像存在多的钱 我才能够去花一样的那个感受 所以我在91年拜师之后呢 我是潜心的学梅 但是回到台湾来我还要生活吗 我还是跟台湾这个土地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台湾这个地方呢 它比较少的这个所谓的业余的票友 它比较少 所以呢我们必须在表演里面 增加更多创新的部分 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好像在北京那里 一直在挖掘传统的 一直在学习传统的养分 但是回到台湾来呢 我就不断地要去创造一个新的人物 创造一个新的角色 那么这两样东西呢 我就觉得在我的身上啊 好像就是一体的两面 它缺少任何一样都不行的 那么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 今天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成就呢 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分割的 收图仪式由国光剧团艺术总监王安琪 团长张玉华 当代传奇剧场艺术总监吴兴国 行政总监林秀伟作为见证嘉宾 看到京剧梅派艺术得以开支善业都相当感动 感谢魏老师 愿意把自己一生的梅派艺术传承给三位 获得您信任的学生 遥想三十二年前 也是六月吧 夏天 魏老师一个人单枪匹马去到北京 拜师梅宝九先生的时候 魏老师的身份是台湾第一当红的明灵弹角 可是他去到北京 他把自己的一切归零 一切从头开始 跟着梅宝九老师学咬字 学发声 练气口 找尽头 练就了气沉丹田 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个大音箱 所以魏寒明老师 当年学习的梅派的成果 并不是说我学了这出戏 学了那出戏 学了三出戏 学了五出戏 而是他可以体会各中三昧 体会了梅派艺术的奥秘 梅派艺术的奥秘在哪里呢 梅派没有特色 可是他沉着大方 综合稳健 简单说就是大气这两个字 这个就像是一个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活水泉源 也是一个无限大的艺术资料库 而魏老师取得了这把钥匙 从此以后 他用这把钥匙 打开了这个无限大的梅派的资料库 魏海敏表示学系是一辈子的追求 他期望自己能像梅宝九老师一样 成为习义者与艺术精华的桥梁 引领学生在艺术之路上走得更脚踏实地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台北市南港区近年来蓬勃发展 不过有许多老旧社区及建筑物急需更新 台北市长蒋文安表示 有关用地的部分已经设置了 有资产供需整合小组 将盘点后做最有效的配置 台北市长蒋文安热情的与美 为里长握手打招呼 上任后首度与南港区里长举行座谈 老旧社区与都市更新 成为里长们关注的焦点 其中南港里里长李志景 就提案建议规划南港高宫侧边囊带 新建多工人综合大楼 对此脚弯回应表示 有预留相关用地 为了将空间做最有效的配置 目前在府级层级已经设置 室友资产供需整合小组进行盘点 我们会盘点 比如说南港区 室友闲置的空间 包括学校等等 或者是眷设 另外 我们也会盘点 包括里长们报上来的需求 有的里长是希望 这边我希望 比如盖社宅 我希望有社福 有日照 公托公用 那当然我们会请选择单位 去了解 比如说 这个里 的确我们需要 公托 或者我们这里 需要日照 我们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完整盘点 然后呢 来做一个调配 拉到府级层次来 另外有四位里长联合提案 呼吁台北市政府 针对东区门户计划 范围内的老旧社区 进行通盘检讨 尤其在交通部分 中南里里长张昆龙忧欣 如果不事先规划改善 恐怕会成为 内科交通问题的翻版 因为人家外宾来看的话 哦 现在是不好看 结构很不好看 我们看的是 一定是熟度 六度之后是熟 不要这种阶级 再存在我们 这个比例的地方还要重要 因为 赞兰管两个之外 好像还有台湾零售 西山 未来的拉拉坡也进来 这一块 以后 赞兰管 还有奥列 还有人口 进出在南港的 以后 会变成 很大很大的交通阻塞 我希望政府 在这一块的交通 要特别特别注意 移民变成 内部内科第二 这一块 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对此台北市长 脚湾表示 有关加速更新部分 都发局正在进行研议 预计第三季 将有一个初步的结果 交通部分 脚湾强调 会用各种方式提供市民多元的交通选项 希望南港园区不要重蹈内湖科学园区交通问题的附测 我们预计大概第三季 也就是9月 我们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那我们希望呢 是透过目前盘点 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 跟手段 把这些目前老旧 或者是有公安疑虑 或者是 这些环境 真的非常破旧 期待更新的地方 能够加速 所以这个是目前我们正在做的 所以接下来第三季 我们会提出这样的方案出来 所以 里长们很关心这个部分 我们都有听到 地方上面这样的心声 第二个里长提到交通的问题 我们现在也理解 在很多规划上面 千万不要重蹈内湖科学园区 那时候的附测 所以 包括我们现在推出很多的政策 包括接下来马上施行的120月票 就是希望大家使用大众运输工具 那我们希望转变这样使用运输工具的习惯跟方式 各种规划 我们都会来做 也确保南港相关的交通 不要恶化 蒋万在会前受访时表示 不只在南港区 从台北市整体来看 不少地方也的确需要加速更新 因此在都发局第三季 有一个初步结果出来后 将就各个地方 亟待更新之处 透过各种政策手段 来加速推动更新 为了要推广效行的观念 中山区民俗委员会举行效行楷模表扬争选 由中山区11所国小进行初审 在推荐至中山区民俗委员会进行复审 共选出42位效行楷模 在各校招会中颁奖表扬 中山国小四位五六年级小朋友 从中山区民俗委员会会长黄一郎 以及委员同胜辉手中 接下奖状与奖金 并接受师生们的掌声肯定 中山区民俗委员会 从112年4月起 办理效行楷模表扬争选 以中山区11所国小五六年级学生 为举荐对象 希望发觉感动人心的效行事迹 让获奖学生的效行 能够成为众人表率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 来感谢我们所有的委员 大家同心能够协助帮忙 我们这一次在我们中山区11所国小 颁发向勤凯模奖 那我们这个中山区民俗会 就是为了社会的一个公益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我们客纲里面 都有那个生活与伦理 还有公民与道德 那我们现在这个课纲没有 所以这个小朋友 他们就比较不知道说 怎么样能够这个孝顺 回馈父母 所以说我们特地 颁发这个奖项 来鼓励所有的同学 孝顺父母 对这个长辈 能够照顾 那我们希望说 能够永远的推广 希望说学校能够协助我们 在这个学校的校刊 还是说公布兰 能够在我们得奖的学生 能够把它刊登出来 让其他的同学如果看到的话 他们可以感受到 这样子一个同学的一个孝心 感染到其他的这个小朋友 让我们的家庭更温暖 社会更和谐 其实我们这个孝心场推动的 应该是蛮顺利的 那可能这几年以后 我们陆陆续续着重在这个区块 外面的奖学金的成分比较多了 因为很多宫廟啊什么 都是很多人在办奖学金 所以我们民俗会应该是 走向这个民俗风气 就是把如何端正学生的品性 跟教养帮助家里 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这个民俗会 已经有那个讲 那个一年两次的奖学金花放 那今年的孝心楷模 是今年第一次开始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好的传承 可以永远一直传承下去 这次获奖的四位中山国小学生 都在生活中展现孝顺父母的具体行动 学务主任王彦涵也代表学校 感谢中山区民俗委员会 让学子的校型能在学校中发扬传承 就是帮忙他们做家事 然后有一次妈妈确诊 然后我就帮他煮饭 然后给他吃 帮妈妈煮饭 你觉得很笨的 不会因为之前煮过很多次 妈妈有没有觉得很感动 因为我有一个弟弟 所以就是平常父母很忙的时候 我会帮忙照顾他 还有就是平常会帮忙 就是例如说出去倒垃圾 或者是帮忙洗衣服或晾衣服之类的 这边要特别谢谢中山区的民俗委员会 这边就提供给我们学校的小朋友 有这样子的机会 那其实中山的孩子们都很棒 那平常在不管在家里或者是在学校 他们都会针对这个部分 会有一些行为的表现 那我觉得刚刚小朋友 在他们的感想里面也说出来 就是他其实在对弟弟妹妹们的照顾 那我觉得在学校里面也是一样 对学弟学妹都有一定的照顾 那当然对师长也都很有礼貌 那这些孩子都是学校的孩子们选出来的 那也很恭喜他们 那也祝福他们 因为有些孩子已经要六年级 下礼拜就要毕业了 祝福他们就是毕业快乐 那也希望这些样子的好行为 能够在中山继续传承的下去 中山区民俗委员会会长黄一郎表示 希望透过活动 勉励大家从日常生活做起 展现慈效行动 未来也计划推广到中山区各国中 让校型观念在校园扎根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文山区超大型的特色在地亲子活动 目前在新龙二区 社宅镇对面的人行道热闹展开 由新龙社宅 亲创户文山儿哨平台 文山区公所共同合办 推出了游戏运动摊位与舞台表演 并宣导市府最新的声誉奖励金 加倍送及催生助养新政 让民众能更了解最新的福利政策 小朋友拿起水球在雨中打水仗 完全不怕湿越玩越嗨 最后连水枪都出动 这场由文山区公所 新龙社宅青窗户文山儿哨平台 共同合办的在地亲子活动 让大小朋友留下欢乐回忆 活动内容分成主舞台 游戏摊位及运动项目 游戏摊位有来自台北市 各社宅青创推出的游戏与运动 文山儿哨平台伙伴们 各自推出游戏关卡 以及文山社大小小游戏设计师 制作的新龙实境游戏带大众闯关 像是弹力球 武功隔头篮 套圈圈 弹珠台 保龄球等 吸引亲子家庭 驻足和参与 另外舞台上演新龙乱打秀 勒林急球社 文山社大乐团 台湾曲艺团等热情演出 博得民众喝彩 要跟你紧紧张扬 幻想 叶花扬娃的地方 更爽 感念无小的星光 你上演 像你一样其他 激励重创 台湾美 说完美 再说好 台湾的好吃真不少 但是环境好 地理好 健保好 福利好 美食好 味道好 形象好 文化好 台湾处处都是宝 共创未来更美好 让这段处来宝 愿大家笑口常开乐 桃桃养乐 好 好 掌声鼓励 文山曲公所涉滩宣导查顺节 并行销市府最新生育奖励金加背诵 即催生助养新政及性别平等观念 让民众更能了解最新福利政策 记者温云君台北报道 台北市文山区公所与台北市立动物园合作 举办单身联谊活动 让更多单身朋友扩大交友圈 在忙碌的生活中早寻到幸福 经过一日的星空约会之后 促成十对加傲配对成功 配对率高达五成 这是台北市文山曲公所 与台北市立动物园合作 举办的单身礼仪活动 让更多单身朋友 在畅游包空体验与游戏互动下 认识彼此寻觅幸福 什么叫主动积极 你自己不怕是不会急 去路 就只得要拉在你的手车去 跟对方有资料 我要是他有带来跟我们 不上去的主办单位 去跟他们要资料 请问台湾国道武炮的全民者 不许 来 再第一个 选我 选我要喊 不然我现在告诉个部 火队 火队 来 接五组 接五组 行刷 请问台湾国道武炮 讲二组 说正确答案 以后怎么加一番 白脸代表了什么意义 我讲 选项一 奸程 请上二 书生 选项三 服驾 选项四 女大 有 选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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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奸程 正确答案 你从我得到 今年单身林活动主题为 爱在文山星空灿烂时 特别将整个木扎动物园 规划为参加者的游乐场 让参加者穿梭 探索解谜 接近傍晚时共享浪漫云端缆车 并且在满天星空的陪伴下 在特色餐厅进行饗宴 活泼趣味的互动游戏 让参加者可以充分认识全场异性朋友 也很高兴认识大家 希望下次还有这样的活动 可以大家一起参加 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什么 就是在京都的时候 就是大家很积极努力 然后又怕被电风扇吹走 哈哈哈哈 哦 欢喜也是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冒空红车 因为我第一次来 来外面搭 我们签网红车 在这里面 然后也很感烈 我就 还可以用 那你看 啊 猫懒看什么 看夕阳 对 看 看夕阳 还上哪里就看夜景 对 都有看到了 一起速的 还可以认识到新朋友 对 还可以认识到新朋友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然后 可能跟大家拥有这么多美好的回忆 然后 印象最深的应该是 吃饭的 什么说呢 因为 餐点很好吃 嗯 对 不会太暗看不到吧 对 我们都不知道在讲一桌 不会 不会哦 有那个灯 哦 有那个灯哦 对 对 然后因为 我们那一只都很会吃 就是大家 在活动里面 就是也都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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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就是 介绍自己这样 那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 顺利找到 就是 另外一半 谢谢大家 首先很感谢我的 对 主员们 对 对 而且成绩还不错 对 先上来你们两次讲讲 阿多克就能不能一起 协力很做 对 然后经过一天的 活动之后 就大家都很活动 然后很乐意分享 对 大家 都表现得很 太切了 然后也很感谢 最幸福的工作 其实去工作 还是公司 你们喜欢的很好 去公所单身临仪活动 吸引许多青年男女 放名参加 为了鼓励男女配对 只要成功 不想婚姻 除了有精美礼物外 还有提供充满日式建筑风格的 文山公民会馆场地 免费让家偶拍摄婚纱 期望透过活动 增加单身男女交往机会 密得良缘 可以提高结婚率 继续生育率 记者问句台北报告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期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 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服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 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女士产业 就读东光国小四年级的张文竹同学 荣获2023总统教育奖 在家人的陪伴成长下 文竹克服自闭症等多重身心障碍疾病 学习各项表现优异 市长谢国梁特别赠送背包给文竹 鼓励他永不放弃 现场弹奏卡农展现情意 就读东光国小四年级的张文竹同学 荣获2023总统教育奖 7月7号将到总统府接受表扬 文竹在两岁的时候被诊断出 患有自闭症等多重身心障碍疾病 这一路走来相当不容易 你跟他讲说很小时候一两岁 你跟他讲爸爸他根本就不理你 头一转就走了 然后他吃的食物也很奇怪 我们一般真的还是都很贪吃 什么饼干 可乐 炸鸡 奶茶都很爱吃 他都不吃 他完全都不吃 他只吃那个流脂的食物 就那个稀饭里面 我太太就把那个菜跟肉 剁得碎碎的夹在那个稀饭 他只吃那个 他其他都不吃 你就觉得这个孩子不一样 然后不跟你直视 眼睛不看你 爸爸妈妈放下外地打拼的事业 带文竹回到台湾 一路陪伴他进行治疗与学习 就读东宫国小的文竹 在全校朗读比赛拿下第二名 更在全国心智障碍才艺大赛北区比赛中 获得儿童个人组第三名 能获得总统教育奖的肯定 让爸妈感到很欣慰 首先就是感谢 就是我觉得台湾有很多这样子的 就是很全面的 很配到非常齐全的这个 就是对特教生非常齐全的这个 这个医疗体系 我觉得才能给我们提供那么多的 就是早疗的机会 让他可以能够那么快速的进步 然后第二个就是感谢就是感谢就是他自己 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的努力 就是他可能比别的还是付出多十倍 几十倍的努力才可能走到今天 走到今天可能还不如正常的孩子 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进了他很多很多努力 他得这奖是明智实规的第三个感谢就是 我觉得就是家长家庭学校 我觉得我们家庭也是给他很多的爱 就是有爱他有陪伴他 然后还有就学校 我觉得他一路真的是遇到很多贵人 就是他从幼稚园开始然后到东光 就是一直遇到很好的老师 非常接纳他 然后他的同学也都很接纳他 就是从来没有因为他是特殊 就是觉得说怎么样不要跟你玩 不要怎样都很接纳他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团队的力量吧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市长谢国良在教育处长刘美兰 跟东光国小校长颜安秀的陪同下 亲自赠送背包鼓励文竹认真学习 谢国良说他以小爱爸爸的身份 对文竹爸妈的辛苦相当感同身受 也期盼各界多关心特殊的孩子 让他们能发挥自己的特色 在社会发光发亮 这中间的过程其实我很清楚 那这些爸爸妈妈更是非常的辛苦 而且不容易 所以他刚刚讲的就是说 经过了一点点 生活经过这样的一种转变 他一点点事情就可以很满足 这个我最了解 这样所以今天送他一个背包 希望他不管在课业 未来出社会都能够更顺利 那我觉得社会也希望多 关心像文竹以及各类的一些特殊的孩子 给予他们更多在社会上发挥的空间 不只是只有生活在社会上 而是让他们找寻到他们特有的条件 让他们在社会上能够发光发亮 我们责成就是我们的这个 市场的音乐家也是一样 我也希望社会上能够多一点发扬这样的精神 我觉得反过来讲 也给正常的孩子看一看是说 条件这么差的孩子 这么困难的孩子 有时候先天上远远不如正常的孩子 他们都这么的努力 那我们一个正常的孩子 正常的人 我们不应该更奋发向上一点 更做点有益的事情 所以这是我做一个复兴一点小小的心得 文竹加油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您来看 《终身国小》以武道艺术与环境教育的结合为主题 呈现了一场精彩的爱术教育创意展演 让孩子在自然环境中飞跃 同时实践SDGs的目标 小舞者们在自然环境中展现出优雅的舞蹈动作 呈现出艾术教育的核心价值 这场舞蹈是环境教育艾术活动的一个创意的展演 我们以草地 以大地为舞台 让孩子进行在这个环境中去融合大自然 无感去体验这个大地的这种奥秘 这一群小舞者用身体的节奏和动作 向大家展示了环境教育的重要性 并呼吁大家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这场艾术教育创意展演 小舞者飞跃环境展示了艺术与环境教育的结合 并提升了学生们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和关注 与大自然共骨实践SDGS发展目标 为未来的世代建造一个更美好的环境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财团法人张龙发基金会 补助基隆士十所学校办理课后创课社团 在灯光国小举办成果发表会 各校的小朋友将作品呈现整线科技素养 小朋友开心也仔细地向张龙发基金会执行长钟德梅姐说 太阳能丰盛展现在创课社团的学习成果 我觉得非常好玩 而且创课社团能让我变得聪明 就像带来一梦用白宝带给生活带来便利 我上这个社团我觉得很好玩 又觉得很有趣 真的是收获满满员 感谢财团法人张龙发基金会补助基隆士十所学校办理课后创课社团 让更多弱势学生获得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创课就是创意 我希望小朋友不要害怕发想 哪怕是天马行空的想法 也有可能是有落实的一天 增加学生在未来的竞争力透过动手实作 观察思索 让科技和创造力的种子在学生心中发芽 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张龙发基金会给了学校这样的资源 让创课这个种子可以从小医生就可以开始发芽 不只创课社团 张龙发基金会还捐赠基隆士五十三万九千元充实导户装备 执行长亲自到建的国校当导户志工 感谢学校及志工们的奉献与付出 提升岛户人员执行时的安全 让更多爱心志工加入守护学童交通安全的行列 为孩子的上下学安全 风雨无阻 岛户志工 赞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迎接暑假海科馆海洋剧场举办芯片海事历险季首应会 海科馆特别邀请海科馆粉丝 极简的国小的小学童一起来抢先观赏这一部 荣获很多奖项的《海狮历险记》 透过奇幻的旅程探险 唤醒大家对濒临保育的海洋海狮保育观念 奥托的妈妈必须远离她出海去寻找食物 单独留下幼小的奥托 《海狮历险记》讲述濒临绝种的澳洲海狮精彩故事 小海狮奥托在母亲和伙伴的协助下 学习驾育环境 成长过程中遇上了大白鲨 做头巾 墨鱼 带领观众一起踏上充满奇幻的历险记 这部片子其实很特别是因为在叙述的一个 这个奥托这只小海狮 那平常是父母亲的客户 所以在一个很优渥的环境 但是父母亲觉得她的成长过程中 应该让她去体验不同的生命 所以呢就把她放出去 然后在一个大海中悠悠自在 但是发现原来大海不是悠游自炸而已 有非常多的惊悚的这些奇幻的经历 包含可能会遇到会吃她的这些 这个大白鲨啊 或其他很大的这个形体的海洋生物 但是这一只小海狮虽然小 但是她为了她的希望跟她的目标 所以呢在这种精险的这种经历里面 她都还是有办法运用智慧 然后脱颖而出 最后都能够这个达到她要的这一个目标 跟这个历程 所以其实这个片子 其实有很大的教育意涵 手应会邀请了建德国小学生一起欣赏 获得正面回应 更被师生一致好评 海科馆一直是这个基隆市的小朋友 在学校之外 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学习场域 那今天我们供逢其盛 来参加这个海诗历险记的一个手应典礼 那其实所有的户外教育呢 还是要跟教育有所结合 今天这个影片呢 我们不但了解海诗她所处的一个生态环境 也深刻的体会到一个背后很励志的一个寓意 我想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有 这个非常棒的一个教育活动 那也谢谢海科馆提供这样子一个教育平台 那她现在呢 其实在设施改善了之后呢 其实越来越适合很多的学校 家庭 甚至是很多的团体 一起来这边感受一下 我们海洋的相关的生态跟科技 有我们很多的教育的方面 都可以从这样子的海科馆的设备提升上 更深入的推广 那也非常感谢就是我们的馆长呢 她很积极的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基隆市议会呢 其实像议长也很关心教育的议题 所以我们都会一起来努力支持推动 这样子的场馆的相关的设备的提升 海诗历险记获得多项大奖 包括野生动物保育电影节 作家生态系列影片奖 路德丹野生动物电影节官方优选奖 是一副值得观赏影片 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推动了非常多的 多元的可以参与的课程 包含种珊瑚 包含美人鱼表演 其实都在倡议着怎么去爱护海洋 所以其实很多元的这种活动 如果来参与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真的是生命很可贵 但是我们其实是很小的一环 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这个大环境 能够付出一份心力 迎接漫长暑假 海科馆也推出多样精彩又丰富的展览 暑假期间海科馆天天开馆 假日延长服务时间到傍晚六点 记者黄绍鸣金融报导 民进党金融市立委提名人张炳君 因为涉案被羁押退选 党内人士开会时就力推要征询 内政部长林又昌来回国参选的意愿 对此市长谢国良表示 民进党应该要尽速找到他们的立委提名人选 来场民主竞争 市长谢国良接受媒体联访时 谈到民进党 传出有意力推林又昌选立委 对此谢国良回应 祝福民进党尽快找到理想的人选 祝福民进党尽快的找到他们自己党 鼠疫的提名人选来征战基隆市 那当然我是国民党籍的县市首长 我们还是会尽力的辅选 我们党籍的提名人选 就是我们的林佩祥博士 那民进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事件 张炳青议员被侦办这件事情 我们也感到非常难过说真的 因为我跟张炳青议员在议会 我们就有很好的这种同事情疑的关系 他在咨询的很多点 我也都觉得他是关心地方 所以坦白讲发生这个事情 我是听得很难 我是蛮难过的 那我想基本上 我们还是表达一个关心的立场 我们也希望他在司法案件上能够贞得他的清白 但是我觉得民进党他们 有很多他们自己的工作要做 那我们祝福他们 那大家就是做一个友善 而有这个军职丰度的一个民主竞争 那市长你觉得今年的选期 你这个气氛跟网民这样比起来 你觉得 我觉得感觉上 包括我在去年选举一样 我都没有觉得民众 有太热烈的感觉 那民众会看你的证件 那当然民众也会看在工房当中 你跟对手提出这些讨论 但民众就是冷静的默默的看着 然后他也不会跟政治人物一样 哇很激情很热烈 但他看着他都听得懂 最后就是这个会慢慢的理解后 做出一个很冷静的决定 我很敬佩我们的选民 但不会随着我们政治人物很疯狂 他就是会都听都看 最后做一个决定 在七堵国小大门口广场上 有六颗大约六层楼高 从日据时代种植到今天 粗估至少有八十年历史的大王爷 未来的命运如何呢 一块来关心 高耸的六颗大王爷 直冲蓝天白云好不壮观 每颗大约有六层楼高 从日据时代种植到今天 粗估至少有八十年历史 虽然早已经是七堵国小的门面 和许多毕业学生以及民众的共同记忆 但是却面临可能被移除 或是移植到其他地点的命运 因为落下的树叶 其实是树壳容易砸伤学生 甚至因为临近主要道路明德一路 今年五月底树壳掉到道路上 还曾经造成机车骑士跌倒受伤 不巧的部分 我们学校在五月中就已经 请人家做例行性修剪 那在五月二十四号呢 那一天晚上风超大 那大王爷子的树壳呢 就飞到了明德一路上 造成呢 机车骑士跌倒受伤 那当天晚上呢 就做紧急处理 那第二天呢 学校已经请呢 相关的专业单位 来把爷子树暂时做处置 把它绑起来 也因为校方和大多数学生家长 担心树壳再掉下来 难保不会砸众路过的学生 因此校方调查 学生家长意见 超过三分之二家长 赞成紧速移除 教育处也已经派人来现场会刊过 要不要移除 将承报市长裁决 那呢 市府这边也进行接手 因为这个太过专业 那在六月九号 也进行跨局处的会刊 那会刊的部分呢 请专业的单位提供意见 那目前呢 正在牵绊四谱 这边的一个程序中 那家长当然认为呢 安全是第一 这不容许有一次 小朋友受伤的一个事件 所以呢 家长会呢 在开会之前 也先针对全校的家长 做意见的调查 那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家长 都是赞同尽数把这个大王爷子树呢 移除以免呢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激动市议员张肯辉表示 六十年前他堵七堵国小时 六颗大王爷就矗立在这里 对于许多校友或是民众来说 确实有感情 希望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能够维护学生安全 又能够让大王爷生长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还是要以学生安全为第一优先 大王爷子树 刚才讲的 他等于是一个树神 整个树神了 那未来的话 我也是说希望 现在是由教育处 已经有学校 签班到市长来核准 希望在未来的话 整个移植的话 应该要有一个适当的长度 因为毕竟他已经树神了 我想的话 跟地方上也相处了一段时间了 生活牵托离不开 因为一个地标嘛 就对地方上有意见的人 他们是说 也只是一个地标 所以在这边的话 当然 处理这个事 两方面你都要兼顾 兼顾是最好的方法 当然都是在两方面 都不能兼顾 我们要以安全为重 为考量 七堵国小校长林志燕 进一步表示 专家评估 如果移除六颗大王爷 大约只需要十多万元金费 但是如果要移植到其他地点种植 六颗大王爷的移植经费 则是从六十万元起跳 而且不一定中的活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